啊NBA一開打今年有很多球員表現的太好太好了 所以呢MVP的票選到底今年可能花落誰家 我們先講一些我認為比較沒有機會的 雖然他們很強也應該拿到MVP 可是呢像我覺得像Russell Westbrook今年 他很多的數字會跟所有人來分享 所以他這種Triple Double的可能性會變成沒有機會 所以他雖然表現的好可是MVP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希望 那第二位呢就是Steph Curry 那講到Steph Curry你要把Kevin Durant拿進來了 因為兩強在同一球隊兩個和尚搶水 可能沒有人有水喝 而且上一次兩個球隊裡面共同擁有MVP的機會 那是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啦 所以我認為在兩強互抵消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兩個的機率也稍微下降了一點 我覺得今年MVP的人選很有機會的是 James Harden James Harden要不是兩年前的Steph Curry有破紀錄的攻擊 而且球隊拿下73勝的狀況之下呢 他搞不好那年就應該贏了MVP了 那在去年呢 Whisper又是Triple Double的平均 這太可怕的數字了 要不然James Harden去年搞不好也可以贏MVP 因為他幾乎也是Triple Double的成績 而且火箭隊去年的戰績 要優於雷霆隊還蠻多了 所以他可能算是一個遺族 今年的James Harden非常的可怕 在前幾場比賽裡面呢 還拿下56分13次助攻的成績單 所以呢今年在得分方面 Harden仍然可怕 在助攻來看 James Harden仍然一把招 而且火箭隊的成績 我覺得今年也不會差 那如果講到第二個MVP的人選的話呢 那當然不能不提到Yanis Antetokounmpo 在今年來看Antetokounmpo他所有的成績啊 仍然跟去年一樣的突出 只是在得分來看 他是更加的恐怖 他不但得分得得多 目前為止全聯盟排名第一名 他的籃板火鍋 抄截 助攻 各個都可以在聯盟裡面 排到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他是一個全面性的球員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得分的效率值之高 投籃命中率還在60%以上 所以整體來看呢 Antetokounmpo在今年 如果再加上Milwaukee的戰績有一定水準的話呢 拿下MVP的呼聲 非常非常的高 講到第三個MVP的人選呢 那就是老字號的Lebron James 很多人說Lebron老了 Lebron 看起來是老了 防守 是沒有以前的破壞力 可是在攻擊來看 特別在最近這段期間呢 Cavaliers在得分方面有一定的問題狀況之下 他老先生又挺身而出 在聯盟打的第15年平均可以攻下29分 7個以上的籃板 8次以上的助攻 所以整體來看 Lebron James今年講出的成績單 又是一個MVP等級的成績單 他已經擁有4座MVP了 拿了第5個 就可以跟Bill Russell 還有Michael Jordan平起平坐 但是Lebron有機會拿到MVP嗎 而且在騎士隊目前為止 戰績如何低迷不振的狀況之下 除非全隊的陣容 開始脫胎換骨 而讓Lebron James 在用好的這個球隊戰績 又有強大的個人戰績的背景之下呢 他有機會拿下 他職業生涯的第5座MVP 那我們看完這三個MVP 我認為可以奪得人選之後呢 我們稍微來複習一下 這三個人的英文的外號叫什麼 那James Harden呢 他的外號叫做 The Beard The Beard呢 就是他的長鬍子 就像觀雲長一樣 摸了他的大鬍子 然後再拿個兩分三分 所以呢 外國人給他的稱號 為了要諧音就說 Fear The Beard 我們害怕 這位胡子先生 那第二個MVP的人選呢 他的外號叫做 Greek Freak 為什麼Greek Freak呢 這也是一個諧音的一個狀況啊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希臘籍的球員 然後呢 Greek Freak 聽起來 就是一個希臘怪物 而且有諧音的一個英文的外號跟稱呼 所以 看起來 Greek Freak 也有機會拿下MVP的人選 那第三個人呢 我們要討論的 就是 Lebron James The King 為什麼他叫King呢 因為 在英國 古時代呢 不能古時代 英國不叫古時代吧 英國在過去呢 他們有很多王廚啊 他們的中間有一個王叫做 King James 那正好Lebron James他的surname 也叫James 所以 大家給他的外號就叫 King 佛王的意思 來統治整個NBA 好啦 這就是我認為呢 在今年三位MVP的人選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 請你到PB Plus的粉絲頁 給我們一個 小小的鼓勵 可以加入我們PB Plus的粉絲團 或者到我的 個人的FB上面呢 給我一個讚 現在在11月9號到11月14號呢 進到PB Plus的好物商城裡面 你就有機會得到 1111塊的折扣 另外還可以抽獎呢 獎品有 GoPro 6 Black Edition 還有呢 Nespresso Essence Mini 枝乾好用的咖啡機 那更重要的是 我想要的 請大家不要來跟我搶 就是 Bruno Mars的演唱會門票 我可以有一張嗎 P甩 感谢观看